今天,女排亚洲杯的比赛正式宣告结束。 中国女排以翠库拉朽之势,夺得了本届赛事的冠军。 这也是中国女排一个月内,第二次夺得冠军奖杯。 尽管亚洲杯只是女排二队参赛,但丝毫不影响中国女排夺冠,尤其是在半决赛,碰上了全主力出战的泰国女排。 二队的队员们依然展现了极强的韧性,并且顺利击败了他们。 更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带队的主帅是韩荣,还只是一名41岁的教练,此前并没有太多的带队经验。 这足引证明中国女排,在亚洲确实是没有敌手的,即便是二队依然有不复的实力。 当然,女排夺冠的同时,少帅施海荣也是受到外界的不少赞扬。 这名少帅有着与陈忠和一样的气质,大人温和,且十分安心。 可是在用人方面,施海荣却也遭受质疑,他并没有像昔日的陈忠和那样。 大打采荣新人,施海荣更信任老将,有人更加保守。 所以在女排亚洲杯夺冠之后,他也被质疑,会不会是第二个安家杰。 因为在瑞士赛的时候,安家杰的用人手法同样较为保守。 如今亚洲杯无偿比赛下来,就有两大些人没有获得任何的上场时间。 来自广东女排的19岁金人,以及山东女排的车文涵。 在此次亚洲杯上都只能哭作把凳。 要知道,19岁的陈佩妍,也曾获得郎品的青睐。 早在去年的时候,陈佩妍就入选了女排国家队集市名单,而陈佩妍的确也打出了不错的进攻,水平。 虽说她的技术还较为粗糙,但是像亚洲杯这样的比赛都没能得到锻炼。 陈佩妍又如何进步呢? 相比于陈佩妍,车文涵的情况则更加特殊一点,因为她更加年轻,并且车文涵还未在山东女排打上主力。 不过车文涵在国庆的时候,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。 她的得分能力较为稳定,基本功加势,所以在亚洲杯没有上场还是令人相当意外。 毕竟此次亚洲杯的主题就是练兵,而是海牛为了成绩,还是比较保守的。 这两大星人打了酱油,确实也令人有些遗憾,因此我们也希望在今后,这两名星星能早日展露头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